广西的深山里 竟有野人养野猪的传闻 这个野人原本是当地的有钱人 为了养一种过去曾被人弃养的淘汰猪 暂停家产 跑去深山里当野人 为什么他愿意为了养猪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还老是在晚上手握长刀 嘴里发出外声 穿梭在树林里呢 他究竟有什么本领 不但能把猪训练得跟狗咽 还用另类的卖猪怪招 把淘汰猪改头画面 变成吸金百万的优质人气猪 中国人赚钱到底有多行 有钱野人卖野猪的怪招要告诉您 中国人真行 这是广西陆川县的一个偏远山村 有一段时间 这里曾出现过关于野人的传闻 先是有人在人际罕至的深山里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小山洞 随后又有目击者称 一个衣着举止都不太正常的人 经常在夜晚手握砍柴刀 嘴里发出一种怪声 穿梭于大山之中 天象老鼠到处有 天象牙球开开家 天象老鼠到处有 又黑又生啊 他拿我们本地那个砍柴刀嘛 这么长的那个嘛 满山这样子跑怎么不像野人是不是 野人的传闻多了 关注的人自然也多了 是不是真有野人呢 2010年8月2号 记者决定前往广西 到当地人所说的那个野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一探纠结 据当地人介绍 那个野人经常晚上出没在这一带附近 大山被黑夜笼罩杂草丛生 在当地点的带领下 记者在野人经常出没的山路上 走了半个多小时 很快我们果然听到了一阵怪声 接着一个手里挥舞镰刀 口中念念有词的人 很快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野人吗 我唱的是这个山歌啊 什么意思啊 是山上野鳥开开找 天王老子到处游 为什么要唱这个 这个山上有那个毒蛇野鳥啊 所以把这里装装弹嘛 山上的雨说下就下 这位传说中的野人突然钻进一个小山洞 你是砸出来的吗 这个薯头啊 那比它没砸出来的 一点点砸出来的 找这么大一个洞多长时间啊 找一两天嘛 两三天时间 才找这么一个洞啊 就是为了避雨 就是为了避雨 要突然间下一个人 其实找他哪里去跑跑不了 经过进一步了解我们知道 这位人们传言中的野人 原本竟然是当地的一位有钱人 名叫陈城 陈城在外做了二十多年生意 有房有车不说 还连着好几年当上全镇的第一纳税大户 生活安逸富足 那么富裕的陈城为何会沦落到深山里过野人般的生活呢 面对记者的采访 陈城又为何会数次掉下热泪呢 这里是陈城的老家路透村 四面环山是全县最穷的村 因为不同公路 村子里的很多人都想办法离开这里 到万人打工 陈城十七岁那年外出床世界 二十年来生意做得还算顺利 手头存下了一笔不小的鸡血 二零零五年四十五岁的陈城抱上了孙子 按说该想想清楚了 可他却突然跑回老家 承包下眼前这座海拔六百多米的大山 当时斗峭的大山边路都没有 大型机械进不了山 只能靠人工一点点遭山披露 一年多过后 陈城愣是一锄吐一锄吐地 捞出了这条全长级五公里 直通山顶的道路 接着他又马上在山顶上进行起基础设施建设 陈城这么岁的目的只有一个 在山上养殖当地一种濒临灭绝的土猪 靠土猪挣钱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原本想靠养土猪挣钱 却竟然在当上年夜之后 还和妻子一婚 而且还过上了野人般的生活 究竟陈城养的是什么猪 为何会让这对爱夫妻为了养猪变成仇人 还让他从孙子里最有钱的人 滚落到山里当野人 曾经被人嫌弃的曹太祖 到底暗藏什么伤心 就算他拿人生当猪资料 也在所不惜 下到回来 试想最奢华的猪资料 保证让你大开眼界 吃什么样的猪 竟让广西一位人人敬养的有钱人 沦落到山里当野人 为了养殖一种因为肥肉多 而被人弃养的曹太猪 养猪户沉沉砸下重金来养殖 没想到才刚养不久 怪事就接种而来 不但小猪接连病死 就连他维持了二十年的婚姻 也宣告结束 究竟他不惜一切想养的淘汰猪 有什么宇宙不同 让他宝贝到拿珍贵的人参给猪吃 他精心打交的一套演出训练课程 又是如何让他走上山中野人的这条路 2007年 陈诚的养殖基地建成了 一切准备就绪 可此时 陈诚已经花光了手头的三十多万元积蓄 他怎么也拿不出引进路川猪 和维持猪场日常开销的启动资金 陈诚家的经济大权掌握在妻子手里 可妻子对陈诚包山养殖路川猪 一直不能够理解 不仅分文不出 甚至一直不肯踏进大山半步 夫妻关系变得很紧张 难道两年来的辛苦付出和三十多万元的投入就这么白费了吗 陈诚心又不甘 于是陈诚背着妻子偷偷卖掉了县城一处闲置的房子 用这笔钱构计了五头鹿川母猪和一头鹿川宫猪 从那以后 陈诚更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猪上 对出无微不至家里反倒顾不上管了 这引起了陈诚妻子更大的不满 有一天 当妻子发现陈诚把房子卖了之后 终于忍受不了 给陈诚送去了一纸离婚协议 这就是当时的离婚协议说 他已经把请了历史谁好 比我签证难道我这个大爷哪年不签吗 一期之下把他签上去 现在还放在修理厅 现在放在修理厅 他说 有时间把工作做完了 那时候所以拿来看 对同司的不同理解 让陈诚当上爷爷之后 还与妻子离了婚 陈诚那时的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念头 他一定要把鹿川珠养考 日后赚了钱 向妻子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2008年 养殖场里的小鹿川珠 达到了200多头 可是小猪两个月大时 总是会患上喘气病而夭折 看到当时的惨劲 陈诚连回忆的勇气都没有 辛辛苦苦养那么大 一下子得了那个肺炎 全部死完 自己 自己养那么大 挖那个坑 那个手全部都起泡了 那不说这个东西 你说别的吧 我说不上去 那今天太苦了 我说 不想说 说了别的吧 我不想回忆 我那么痛苦的回忆 那时的陈诚 每天都要独自面对 陆续死去的小猪 所有的苦闷只能憋在心里 面对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 为什么陈诚愿意为养猪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他又是如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为当地传言中的野人 总是在晚上手握长刀 嘴发怪声 穿梭在树林里面呢 这就是陈诚养殖的陆川猪 在当地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皮肤黑白相间 背腰凹陷 是全国八大地方两种猪之一 以前在陆川县 几乎所有农户家都养有陆川猪 但近二十年来 随着白猪大局进入中国 农户们开始嫌弃陆川猪 肉肥长得慢 养殖数量越来越少 很多人都觉得养陆川猪不划算 为什么陈诚不惜卖房离婚 也要养殖陆川猪呢 这一切与眼前这位名叫杨福泰的房地产商有关 杨福泰小时候常能够吃到陆川猪 对那个肉的味道念念不忘 发财之后干脆到农村整只购买 却经常遭遇一株难求的困扰 这要提前两三个月就定了 这要到农村去 看待那个猪了 然后我们就给定金定下来 不定没要念 多年来陈诚做生意 喜欢投资没人做的冷门生意 而且经营的都不错 从来没有走过眼赔过钱 2007年陈诚开始养殖陆川猪 没有想到小猪总是出现喘气病而夭折 后来他用山上的中草药治好了小猪的喘气病 现在陈诚每天都会到山上找草药 这次他的运气非常好 竟然挖到了一颗难得的人参 小猪的喘气病治好后 陈诚把猪赶出来 对猪肠进行全面消毒 意外的是 在外放养了一天的陆川猪 饲料用的比一千少了四分之一 精神也活跃不少 第二天出于好奇 陈诚又尝试着把猪放了出来 并且跟踪观察他们的行踪 可是三千多亩大山任由猪活动 时间长了 猪的野性渐渐大下来 最长的一次 有一只猪二十三天都没有回过家 陈诚开始担心起猪的管理问题 万一猪走丢了 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陈诚开始观察猪的生活习性 发现猪是群体生活 于是陈诚想了一个办法 把五六十只分为一个群体 每个群体训练一个头领 只要头领在 猪群就在 没有想到 就是这种养殖方式 竟然会让陈诚过上野人般的生活 陈诚只倦养林产妻在一个月内的母猪 小猪出生三十天后开始放养 为了证明他的鹿川猪训练有素 陈诚特意向记者展示了一番 从那以后 陈诚把猪放养在三千亩的大山里 任凭猪在山里过夜 2009年 陈诚已有两千多头鹿川猪 每天晚上都要上山 看看猪在哪里落脚休息 不然整夜都睡不安稳 好在陈诚只要看到猪首领 就可以掌握所有猪的情况 这让他省了不少事 夜晚的大山经常有野兽出没 陈诚曾有一条狗 就是被山上的毒蛇咬死的 为了安全起见 陈诚每次进山巡逻 都带上砍柴刀棍棒之类的防身工具 同时唱歌给自己壮壮胆儿 南方山区的天气复杂多变 下雨时为了躲雨 陈诚在经常路过的地方 挖了一些小山洞 就是他的这些怪异行为 曾经在外界引起关于野人的传言 后来人们才知道 这个所谓的野人就是陈诚 陈诚用原生态的方式 大规模养露川珠的事情 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记者在露川县采访期间 正好赶上广西畜牧专家 要对露川珠的肉质进行测评 尽管专家对陈诚的养殖方式和环境 赞不绝口 但露川珠的肉质到底怎么样 要等鉴定之后才能得知 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肉质鉴定会现场 竟然发生了意外的一幕 陈诚自然掩灭而去 在一棵树下痛哭起来 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已经和猪有了感情的陈诚 不但省得把猪攒掉 还从不让买家进养殖场买猪 为什么想买他的猪 还得拿着望远镜才行 陈诚使用什么行销手法 并能够花一毛钱做宣传 就让客户把山涉水来买猪 休息一下 意想不到的卖猪怪招 将公开 你看过有人这样卖猪吗 想买猪不但不能摸 还得隔半个山头 用望远镜来选猪 这位广西的有钱人 为了养殖曾被淘汰的陆川珠 不惜和妻子离婚 甚至翻到山里当其野人 千辛万苦养大的猪即将上市时 他却突发奇想 不把猪拿到市场上卖 也不让买家进养殖场买猪 非得用望远镜隔山选猪 没想到这么麻烦的买猪方式 不但没有赶跑买家 反而络绎不绝 让他不需花钱做宣传 买期就有过望 陈诚本是当地的有钱人 2005年 他跑回老家开山修路 包山养猪 耗光所有积蓄 还和结婚二十多年的妻子离婚 令人想不到的是 为了养猪 他成了外界传言中的野人 当地政府得知 陈诚养陆川猪的举动后 对他的猪进行鉴定 陈诚却做出了令所有人吃惊的举动 2010年 陈诚养殖陆川猪的事情 引起了陆川县政府的注意 广西畜牧专家 正在这个生猪屠宰场 对陆川猪的肉质进行鉴定 现场人头攒动 所有人的视线 都集中在专家取样鉴定的过程上 此时 陈诚却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 他的神情与现场气氛格格不入 难道是担心鉴定结果不理想吗 四个多小时过去了 专家现场向大家公布了初步的鉴定结果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六级标准 是美国养猪者协会的一个肉色的标准 肉太苍白的不是好猪肉 太颜色太深的也不是好猪肉 三级到四级之间 这个猪肉是最好的 刚才我们主宰这头猪 它就达到了3.8级这个数 老百姓买猪的话 你要看这个猪越肥了 这个猪肉是越好吃的 增口水平低高了 那么呢就是找脂肪型的猪的猪肉 陆川猪的肉质非常影响 在场的人很兴奋 然而最应该高兴地 莫过于陆川猪的主人陈诚 可当记者的摄像机对准他时 陈诚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 他突然起身离开 躲到外面的大树下 失声痛哭 那猪来了 陈诚 我也是看我的猪跟人杀 猪啊 他猪给我一年多 他们一年半了 以前你没来过猪在场吗 以前来过不是我的猪 我去买一个活猪给人拉着 这我杀的我从来不买的 为什么 那猪我养的时间长了 有感情了 养了那么久 陈诚已经和猪有了感情 他从来不愿意看到他的猪被别人屠宰 可如果不屠宰 他的猪该如何给他带来效益呢 陈诚并没有把陆川猪直接拿到市场上销售 他找到自己以前生意场上的一些朋友 他们大多属于高档消费人群 这就是陈诚一直所看中的销售渠道 陈诚把美金毛猪的价格定在了20元一斤 而且只愿意一头一头的活着卖出去 尤其是到了重大节日 一些有能力的消费者就买回去自己处理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少消费者越来越看重农产品的品质和口味 如今陆川猪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熟悉和认可 到陈诚的养殖场买猪的人也多了起来 为了防止带入病毒 陈诚从来不让买家进养之场 并且还想出了一个卖猪的怪招 这个拿着望远镜在猪肠外张望的人就是买家 买家把挑中的猪告诉陈诚 陈诚在通过电话告诉猪肠里的人 陈诚凭借陆川猪的优质口感和生态养殖方式 2009年养殖场出栏2000多头陆川猪顺利销售一空 销售额400多万元 今年陈诚的陆川猪有一多半已经被提前订购 在记者离行前 陈诚向我们透露了他自己最想对前妻做的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比以前要发达 当我发达的时候呢 我总体在一两年发达的时候 开一只漂亮的小车啊什么 再就向他求一分嘛 看看他的表态怎么样 原本是为了防止外人把病菌带入养殖场内的保护措施 没想到却意外的吸引顾客 成为仅此一家的卖猪怪招 本身就是品质优良的陆川猪 再加上这种特殊的行销手法 让陈诚一举两得